介紹完電磁鐵跟電磁鐵的一些應用以後 我們來看一個外頭博士的影片 我聰明的領自己做頭 我的知識多得快要滿出來了 快問我的問題吧貝比 我來了 對不起 住在台中市的汪永忠小朋友 他想要知道 請問 我們身邊的電磁鐵跟一般的磁鐵有什麼不同呢 真是一個有磁性的問題哦 網友忠小朋友 阿雷 麻煩一下外面鏡 遠從古希臘時代 人們就知道有磁鐵了 事實上磁鐵的英文就是用這個人的名字 馬格納斯 因為據說他是第一個發現磁鐵神奇功效的人 而且啊 古希臘人也發現 可以用這些磁鐵把東西 掩蓋古希臘時代的電冰箱上面 古來寶 你希臘人沒有冰箱的 那他們要把小孩從學校帶回來 跟美術過瓶貼在哪裡呢 他們又要把直棒的三層錶貼在哪裡呢 嘿嘿是這樣的來寶 他們又要把包裝點下來的張老師專欄貼在哪裡呢 那些超市大拍賣那麼重要的宣傳單又要放在哪裡呢 來寶 來寶 謝了 我喜歡 怎麼終於能言歸正傳 電視鐵到底是什麼玩意兒呢 啊 哇 在1820年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 漢斯克里斯丁奧斯提的丹麥人 發現了 當有電 電流磁效應 通過鐵絲的時候 指南針的指針 它就會移動 這表示鐵絲在有電流通過的時候 就會變成某種磁鐵 也就是電磁鐵 我可以做一個嗎 背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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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可以嗎 背錯背錯背錯 我真的好想做喔 我們現在沒有做了 以前有做了 現在沒有做了 對 嗚呼好耶 你們也可以做一個看呢 大圈邊有大圈邊 首先 找一根 鐵絲 還有差不多1.5公里長的外面 抱著一層石油的銅線 一個電池 幾個回溫間 還有一小片磨光用的沙子 如果你想做我們的實驗 請一定要遵守我們的實驗步驟 不可以投工減料 而且一定要找個大人來幫忙 不准再挖了 現在把你的七包線拿來 量差不多15公分左右 然後慢慢的小心的 把七包線繞在你的鐵釘上面 等你在鐵釘上面繞了差不多2.5公分左右的時候 千圈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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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呢 在鐵釘上繞了差不多100圈了 我們用鐵釘的原因 是因為鐵釘所來的 有軟磁鐵的磁性更強 可以使磁力增強 現在呢 把你的砂紙拿來 用它把七包線頂端的 鐵圓磁釉給磨掉 這樣才會通電 這樣銅線就會露出來了 你就可以把它接到電池上面去了 我們來看看 進行的順不順利 現在呢 把兩條線 接到電池的兩極上面去 哦 帥啊 你的電池解 已經做好了 哈哈哈哈 你覺得自己可了不起嗎 我的博士 心心苦苦繞了半天 還把殺兒子摩得半死 終於做出了一個小小不欺騙的這件磁鐵 可是沒想到呢 它的功用 還有它的功能 跟我吃這個 老鼠營養早餐 就是這個 鼠肺食品 免費贈送的 虎炫磁鐵 是一模一樣 所以它就是白費力氣了 外頭博士 我實在不想同意 任何從萊寶嘴裡說出來的事情 可是看起來 你的確是費了很大的糾章 做出來的磁鐵功能 跟萊寶手上的一模一樣嘛 你真的是像他說的一樣 白費功夫咯 那我們來看一看 它們的功能是不是一樣 我的可以把技術吸起來 萊寶的也可以啊 好棒 OK 但是你的 可以像我的 這樣做嗎 磁鐵 放手吧 齊化源於消失 沒問題 磁力消失 軟鐵棒 放你手吧 看清楚啦 我可愛的食鹽助手們 嘿嘿 這個就是電磁鐵 最重要的特性了 你呢 可以把它們關掉 這就是啊哈 讓我們一起來說啊哈吧 啊哈 好吧 我實在是不想找兩位的心 可是 那要怎麼搞出 真高興你終於問了 喇叭 其喇叭 好處就是 可以使你的聲音變得更大聲 這個電動呼應器裡的揚聲器 和你壓音響以及電池裡的喇叭一樣 都是用電磁鐵來發出聲音 也是電磁鐵的功能 也是電磁鐵的功能 好耶 他們也是我們的電動馬達正常的功能 馬達後面才會教 實際上 差不多所有要用到電力 發出聲音 或者是可以移動物品的東西 都要用到電磁鐵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強有力的起重機 這個起重機 用一個很大的電磁鐵 吸起來差不多一顆的東西來 因為它用的是電磁鐵 一旦你要把翻的東西 翻到定位之後 你就可以把電磁鐵關掉 所以咯 還忠視的慌勇忠小朋友 現在你知道 有關電磁鐵的事情啦 就可以打直啦 有壓抑嘛 接下來的節目 OK 就是跟各位在 複習介紹一下電磁鐵 看看影片